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陆文波 今天继续给大家讲解三千学术词汇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讲的词歌是Audi 不是你喜欢的那个车Audi 而是听这样的一个含义 为什么是听呢 因为很多单词我们都理解 它跟听有莫大的关系 比如说Audio,我们叫做音频 是吧,以欧结尾我们都知道 很多是跟音乐有关 比如说Video,Piano,钢琴,Sperano,女高音 还有一个单词,不能读成Cello,读成Cello 大提琴,是吧 中提琴,那Viola,小提琴 就是我们讲的Violene 那么好了,那这一组呢 据说是来自于意大利语 意大利语以欧结尾 表示跟音乐相关 下面一个单词Audible 能听到的,后面以A,B,L,E 那么A可能变成I了 那么Audible,我们叫做能听到的 连读成Audible,都没有问题 那么Visible,能看得到的 Invisible,隐形的 Respectable,我们曾经讲过 是反复的让你去看 是尊重的,令人尊重的 Dispicable,大家还记得第一节课 我们讲词汇记忆的这样的方法的时候 D,是否定前缀,Speak 实际上最初PIC是看的意思 往下看,就是令人鄙视的 往下看的,D看 下面一个单词 audience,ENCE,名字后对 那么就是我们讲的听众 曾经PT考试考了一道题 他说,看那种比赛 球赛的那种人叫什么 很多人说audience是错 这叫听众 你是听音乐会的 这种叫audience 那个呢,我们叫做spectator 是不是 好了,在这里我就补 就是这个单词 spectator OA,表示人 那么 我们看一个例句吧 例子吧 The audience was enthusiastic on the opening night of the play 有一个话剧 那么那一天特别特别的 痴迷疯狂 对吧 这个我们不都说了 下面呢 我们去往下 这个dressed audiences 就是向各地的观众 去做演讲 那么下面一组 我们继续 比如说auditorium audi是听 UM表示地方 听东西的地方 我们正称为大礼堂 是吧 那么以UM结尾都是馆 比如说museum 我们知道muse 来自于muse 我们说古希腊 有九大muse女神 那么有主管音乐啊 话剧啊 歌剧啊 这样的东西 我们称为外国艺术 museum aquarium 水主管 我们有stadium 站在的 站的地方 体育场 体育场当中 那种赤迷的球迷 全场都一直在站 真的蹦 是吧 gymnasium 就是我们俗称的 gym 来自古希腊语 最初是裸体的 参加健身的地方 gymnasium 但现在跟裸体 没有关系了 下面一个单词 audition 那么叫做 试听 实际上为什么试听 就是你听一听 是吧 audit 是听嘛 audition 就是我们讲的 试音 你去唱歌 来我们先试一试 看看你 能不能有这个舞台效果 那么我们来澳洲同学 学会计的最多 那么对这个课 都是比较熟的 省记 audit 或者auditing 那么一个课程 我们称之为auditing audit 有名字也是动词 叫做审计 什么叫审计 审计跟听 有什么关系呢 就相当于 来你给我报仗 我听一听 对不对 我看一下 你的这个 镜像和出具像 到底能不能相符合 这个叫做 auditing 有没有做假账 等等 好 那么 好了 那关于这一组 我们基本就到这里 我们来看几个图片 第一个 叫做audio 对吧 现在很多书呢 大家不愿意看 不愿意听 我们称之为audiobooks 那么能听见的audible 是吧 下面一个 听的这样一个地方 我们称之为auditorium 对吧 auditorium 好了 那么今天这一组呢 我们就到这里 更多精彩 请关注我们的网站 文波.tv 那么 这是我们的个人微信号 和公众微信号 感兴趣的可以加一下 好了 谢谢各位 我是陆文波 下次见